医疗用血增加超出捐血量 台湾的血库告急 尤其是AB型O型的血液 库存量只剩下两天 原本采血量就不足的台东捐血站 在接连低温天气下 捐血人数明显减少两成 除了镇里吸引人潮 也期盼民众可以自发响应捐血助人 让台东的供血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等候区空无一人 采血区也只有一位民众 周末放假日照例说 应该是捐血人潮最踊跃的时候 但台东捐血站内却是冷冷清清 一小时下来只有六位捐血者 使得原本血液存量吃紧的血库 更是血上扎霜 台东地区这边落差大概跑不掉两成 掉了两成 有赠品才人才多 但是没有赠品就很少 天气还占大多数的因素 因为天气冷 每个都不想出门 少了捐血活动的号召力和礼品当誘因 再加上近来冷空气接连报道 民众怕冷躲在家不出门 台东捐血量下滑两成 而先前每个月还可以靠高雄捐血中心调度支援 但疫情趋缓后 医疗用血增加超出捐血量 现在连高雄血库都亮起红灯警戒 尤其A型AB型和O型血极缺 库存量只剩两天 而B型也呈现偏低 每个月基本上不足600代是高雄不 那我们自己多个200代的话 减少高雄的负担 这样确实是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之前家人也曾经紧急用血过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这种 自助也是可以助人 台东医疗用血 每月基本需求量是1300代 而目前采血量仅1000到1100代 且多数是由长期捐血人士所捐出 想要砸到用血供给自给自足 除了民间团体办活动 赠礼吸人气 也盼大众能自发性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 介绍大会台东市报道